踢馆就等同于砸人饭碗 踢馆就是砸人饭碗 面对来踢馆的 馆主也是没有手下留情 今天我们来看两场踢馆视频 都是发生在同一家拳馆 其中有一场馆主差点翻车了 因为踢馆的也是一个练家子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两场踢馆视频 好 我们来看看下一场 来切脱教育的人很多 今天又来了一组 好 之前有练过是吧 有没有人愿意出站的 来 有 有没有 过来切脱教育的还是踢馆 交流的 交流的 那就下手新点好吧 我也我也跟手吧 好 来就走 切出交流 这是说的好听话 其实就是踢馆 不过这一次踢馆的是一个练家子 这场比赛抗底十足 好 这时候比赛开打 双方这个架式打的都是挺猛的 这个踢馆子就是带附近那个水平其实还不错 能够能够和这个对方打对攻 在这个场上也没有出现EB倒 但是相对来说 但是相对来说 这个学徒可能水平会更高一些 这个黑小伙计划 这个黑小伙计划 这次一次踢大 这次一次踢搭 好 这时候比赛继续 双方再一次被攻 这个黑衣小伙就是猛冲猛打 他可能后面会导致体能不支 因为他这个打法非常好体能 大白群虽然说威力很足 但是这个面对率不怎么高 这时候黑衣小伙好像不想打了 但是广主这个时候不想停 比赛继续 说还剩30秒 看来还想要他打完 这时候可以看出来这个黑衣小伙挺能不支 这位广主厨还剩下最后10秒 叫他们继续 这个黑衣小伙倒成这个样子已经是很好了 这个黑衣小伙倒成这个黑衣小伙倒成这个样子